两个赛点没有赢下来 但是应该说他近期 他整个气应该说挺足的 就是这样咱们俩 一块说说这个球 待会你不是还有比赛吗 别影响你 如果有的话 你就当时随时可以走 好不好 待会有是吧 对因为这场打了 我马上就要打 马上打 对 那好 那跟观众打个招呼 你就先去也行 别影响你 好好好 也希望刘世文今后继续努力 争取奥运会的时候 显身手 好谢谢 好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情况 因为刘世文呢 马上他又要打比赛 所以刚才呢 也帮助我们介绍了一下 他眼中的这个木子和朱玉玲 从他的角度介绍呢 我们可能感受的会更深一些 这个木子呢 是来自大一队 这个运动员呢 这几年进步非常大 性格呢 可以说是 这个有点这个 过去说是假小的 就是说有点这个男孩子那个性格 比较脱辣 所以像这样的运动员 一般的呢 可能管理的时候 不是非常好管理 但是运动员呢 往往有创造性 往往在比赛中呢 他也有玩命的精神 朱玉玲 朱玉玲呢 在今年的科伊特比赛中 战胜了陈望 获得了冠军 所以他上升势头非常大 刚才 也给大家介绍 他的一些情况 四比一 在这个第一次大循环的时候 朱玉玲呢 是十二胜 两负 他等于是 仅次于李小强 漂亮 木子侧身强了 二比四 然后冯雅兰呢 是排在了朱玉玲后头 刘诗文排在冯雅兰后头 木子就排在刘诗文后头 然后是陈梦 然后是丁宁 然后是文家 然后是梁阳 所以这个木子和冯雅兰 木子对朱玉玲 两个运动员都是 四比四 四比五 四比四 四比三 牧子其实他出道还是比较早 这个队员比丁宁还大一岁 比丁宁是大了六岁 5比7 作为25岁的牧子 可以说也是大气晚成 这几年 这一两年进步比较明显 5比8 大家看到他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前世界冠军戴莉莉曾经就说牧子 只要说他是一个一体野马 只要能够给他调顺了的话 说他的能力是非常大 9比6 牧子和王楠和刘世文都是老乡 都是辽宁府顺的 但是他们出来都比较早 你像刘世文的七岁 就到了广州市乘邦出体校 牧子也是随着取得一些成绩后 就被解放军队相中 7比10 现在场上几分7比10 11比7 牧子现在第一局 牧子就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1比7 牧子在这个月的科威特公开赛 在2014年的2月17号 举行的科威特公开赛上 他和刘世文合作是在女子双大比赛中 战胜的韩国选手获得了冠军 牧子也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 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他和这个朱玉玲比起来呢 他是大了6岁 他比丁宁还大1岁 他比1989年出生 第二局比赛 牧子发球 0比0 漂亮 0比1 这两个运动员的特点都是身体素质非常好 你像朱玲玲和牧子 他的这个能力 包括腿部力量 腰部力量 手臂力量 包括综合身体素质都是不错的 1 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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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关于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个实力强 没有对手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观众呢 觉得太强了 不像过去的时候 中国和瑞典对上的时候能够好看 包括北京卫生系统的球迷卢长林 大庆的球迷王赫 都发表了这样的一些观点 希望大家呢能够献击献策 如何能够使得中国推荒球 和国际推荒球呢能够对碰 其实这个事情呢也非常的可怕 比如说我们观众渴望的是 中国队和外国队有的打 这样呢这个球好看 大家关注 可是呢我们细想起来 一个长胜不摔的球队 其实没有什么过错 他们确实水平高 可是你外国实力上不来 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的 说到底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并不是说我们水平高了 我们就去让他们超过我们 这个东西也复合体育竞争的这个特点 但是呢从观众的心态呢也没有错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种真正的这种对抗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 这个国际推荐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是包括欧洲 包括亚洲 日本 新加坡 包括韩国 一些青少年 国际推荐也在想办法扶持他们 让他们快速成长 中国拼鞋呢也做出了很好的姿态 包括敞开我们的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二队 让他们的一些优秀选手和我们共同训练 包括呢我们也提供一些教练 帮助他们提高水 但是呢 目前来看呢在短期内 中国乒乓球队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强 有些观众呢也说 说这个美国乒乓球队 美国这个篮球也是最很强啊 那他们有美国职业篮球 现在世界上也也非常好看啊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中国乒乓球 像美国NBA一样打造出来 变成世界乒乓球的一个舞台 让把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 变成世界乒乓球超级联赛的这样一个舞台 然后推广到全世界是不是可以呢 所以有很多的尝试呢 我们也希望广大观众能够关心 不断的能够提出一些观点 让我们这个这个大家呢 可以说是全民动员吧 享受一些好的策略 能够为我们的执政者 为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良性发展 能够奉献限期限测奉献力量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这个这个戴莉莉世界冠军 她说到了这个这个木子的一些情况 这个说曹操曹操到 现在戴莉莉已经坐到我们边上了 这个我们也希望她呢 对这个比赛进行评论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2 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现在朱宇玲在第二局呢 是出于领先 现在朱宇玲发球 2比10 木子现在看来还是代表还是不太稳定 你看第一局 对对对对 她现在这个 朱宇玲刚才用的战术做了一些调整和变化 主要是把节奏放下来 完了以后呢 在相终过程当中呢 朱宇玲又故意把节奏放慢了以后 木子感觉是机会 其实还不是机会 那木子还是打得太凶了一点 那朱宇玲这个打法呢 她也是比较有特点 就是她有在相终过程当中她有个节奏的变化 11比3 那么木子主要是这个摆球被人家控制住了 所以就显得她人已经把木子打乱了 嗯 你看朱宇玲现在11比3取得胜了 对对 你看第一局木子呢 好像打得还是相对挺轻松的啊 对对 你看第二局输得又这么惨 所以这个说评她还不太稳定 是 她这两年呢 这个问题原来也是一直是她的一个问题所在 嗯 这几年 这近两年吧 她还是有一些进步有时候变化 那么原来一直也跟她谈的比较多 她一旦碰到困难的时候 这种回旋的余力要少一点 所以比较刚这个孩子打球打起来看 有特点有锋芒 嗯 但是一旦碰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调节的时间还是少一点 现在这几次比赛看过来 她还是有点进步 嗯 她是有进步 嗯 看看她第三局怎么样 第三局怎么样 嗯 漂亮 就是她主要是破那个东伊林一个丑 就是上次过那个东伊林放慢 以后这个丑她能不能把节奏篇指得住 嗯 呃 大家知道我就记不太清楚 那时候你那个实际官你是哪个企业来的 嗯 我是83年 83年 对对对 当时是和 和沈建平的女子双吧 哦沈建平 对对 后来好像你回了一段温中 对对对 嗯 先去了也 从八一队转业回到温中室集一集 嗯 然后呢又去意大利那个 德来西亚的俱乐部 一边打球一边当教练 嗯 嗯 整个中间在意大利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吧 嗯 嗯 然后又回到八一队 嗯 当教练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十年 今年执教真正十年了 没错没错 对 那现在咱们八一队除了牧子以外还有谁现在比较好的 嗯 胡立梅 刚刚拿了一个卡塔尔的大大跟亚军 哦对对对对 嗯 包括混双 女双冠军 包括今年才会 曹征和牧子也拿了女双的冠军 冠军 整体比赛的全国全16年 嗯 就是我回来之前的进入三四年时间 到现在他们能够进入到第一集团吧 嗯 我们要比山东啊 山东艺务坚持比较坚毅 但是我们也是在默默地在做的 看希望能够手得云开 嗯 能够有一个好一些好的队员 以到八一队来考试啊 嗯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抓住一些好的瞄准 你对 你看木子这又是领先这么多 所以他中间刚在这个环节 他又处理得好点了 往前站一点了 敢于把他这个放慢节奏的 不是被他吊的 他这一破了这个 他就打住一领球就打碰了 那住一领又难受了 所以俩人现在都是这样 一环扣一环 漂亮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就看出来 朱玉玲有这一板 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反手 有的时候还有一板反拉 这个弩转不利局面 两人打球的都木子也是比较相似的 木子打球也是比较聪明的 朱玉玲打球也非常聪明 在相似过程当中 其实木子打球也是非常聪明 也是变化这些都是不错的 它主要是差在它的韧劲 这国他不如专业恶命 要终于临 那么就看看他今天 因为这场球对他来讲非常关键 他第一场已经赢了成梦了 如果他这场球赢了第一名 他就能够终于到这样了 是的 所以我想他如果今天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想尽一件办法 5比8 这时候他要了个暂停 戴志导刚才你说他这个韧劲差 那么作为一个教练来讲 一般运动员韧劲差 你们有什么方法去调整他 就比如说像这个木子 我们已经看到他一个明显的变化 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们一个是因为随着他的年龄增长 他自己也很明白他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和优点 他的缺点和优点都非常明显 那么首先他自己要意识到 就是这个问题他是必须要去做的 那么就跟他的生活当中要联系在一起 他平时生活比较任性一点 比较意气用事 看问题比较片面 那么就是我们还是通过多方的谈话 去跟他沟通 告诉他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 不是解决不到 一旦你自己想解决的时候 你下决心 我说没有一个运动员真的是天使 都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弥补上来 所以他现在这些话 他应该能听进去了 所以他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现在能够去主动的去做一些 而不是说原来是一碰到 他就觉得这就不能打 放肆 不要了 这个是教练员最头疼的问题 你条件再好都没有用 因为在场上对手是活的 你不可能在这个期间 你不可能说一点问题碰不到 那么如果你碰到问题 你一点办法 一点回选的迷人 那谁敢用你 这个问题一直跟他沟通的比较多 你看他现在知道自己在场上的变化 其实他非常聪明 这孩子非常聪明 因为也带了他十年时间 可能对他的性格也比较了解 他有弱点 但是他的打球的天气也是非常好 对对对对 但是他的内在的还不够强大 碰到困难的时候 碰到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容易放过自己 这个是他的问题 那么我想他谁在他年龄这样 还包括他现在特别想打世界观 他现在有这种愿吗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又觉得没有希望了 人家不好了 她又觉得有机会了 她的情绪 包括她的思想时光在活动 包括我们也要跟她去谈 去沟通 要给她加担子 加责任 这个过程中需要不需要和她家长要沟通 因为她平时管她比较多的 她是她姥姥 那么多年来跟她姥姥的沟通也是非常好 对 因为我们也经常跟她有争执 包括她平时对处理问题上比较韧性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她姥姥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对 一有事情 完了我发生冲突 她姥姥在冲天就起协调左右 有第三者帮忙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教育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因为人是活的 对 对 你需要从各个方面来布局 但是木雕一个就是为她好 对 为她能够拿到四个委屈 对 对 对 但这个贯送她肯定是要付出的 她原来她第一次打四个桶桶下她都进过到火山 跟朝璋打过去 她特别挑战当时就能把四个贯送 最后朝璋打了 她给我打电话说在国外的时候就在电话里面扶我 嗯 后来我跟她讲 我说就你这样怎么性格拿 我说要是拿四个贯送她的露天里 嗯 因为我认为她付出的还不够 还没到 欸 我说你要真想达到什么目的 你的八生匹 嗯 你这么拿侥幸 我说这个机会是永远留给有堂费的人 嗯 一旦这个机会到了你面前来了 但是因为你平时对自己各方的能量不够 这机会还是从你旁边游掉了 对 所以当时也是跟她谈这个问题 现在可能理解 对 她现在能理解 她说这几年还是有 这人上面还是有变化 虽然有时候脾气也不好碰到一个问题 但是你真的她静下来 还是能够听你们过程来讲这个问题 没错 嗯 同时她呢 虽然说是有时候就像我刚才 你没来说我的时候 我说你在这个教练过程中啊 她可能不太好管 但是这些人呢往往呢还有能力 如果非常好管的运动员 可能她那种天赋不一定就非常好 因为在别人眼里面她挺难管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们两个也是三天两头采架打架了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没觉得她难弄 嗯 第一我还是挺喜欢她叫做名气 和她的这种人的反应和公道呢 嗯 第二呢 嗯 她对我的这种斗争啊 她只不过是试探性的 啊 最终她是妥协的 嗯 最终她还在服从我 嗯 所以她最终还在服从我 嗯 所以我觉得 还好了 不这么难弄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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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五 三 你看她现在在这个整个这个 就九个人里面啊 她又是反手被注意力控制住了 对 所以看她能不能赢着取决目击的反手 在对方的节奏变化当中 她能不能主动先变 嗯 不要着急加力 嗯 诶 鼻子 刚才我也说到了 你看朱玉玲的优势 就是她比牧子小六岁 对 是吧 对 牧子呢应该说是大气晚成 对 那这几年才穿出来是吧 这两三年 对对对 其实啊她平常联赛 从零五年就开始搭 嗯 嗯 但是由于她自己都知道 你开悟 嗯 她也不是不开悟 她是 比较被动的 希望教练员来弄她 而不是主动的 让教练看不到 她特别想象的这种愿望 嗯 她表力的不明显 嗯 嗯 然后人家看她这么散 弄她太累了 嗯 嗯 当然教练员肯定是不愿意去 那些 累了 累的 肯定是有的时候还非常劳励 人家都在的 其实她补给她内心的部分 她并没有要抱回去 好 她内心还是很要的 对对对 她是隐藏了一部分的东西 嗯 现在注意力发球 插网 啊现在呢木子呢优势还是 啊二底领先 现在是第四组 漂亮 哦 这车打得太漂亮了 哦 好球 哦 哎呀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是一个超级球 啊 在市井赛上也很少看到这样的 啊这么精彩的比赛 啊 刚才这球打得太好了 这种球 我看练习想表演不出来 对 只有在这个时候逼出来 高度集中的时候 高度集中 高度集中 他们俩之间非常了解 因为都是师从一个教练离职 嗯 嗯 出 六比十 大家知道她两个平时 平时的话谁应得多呢 看点照顾 嗯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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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赛的时候 唯有十五有云 嗯 那个那个 那个 钟一铃最近几年 国内成绩一直都不错 对 他一直比较也比较稳定 嗯 嗯 但是从打粉类型来讲呢 木槿也不是特别怕 嗯 嗯 就不管输和赢 他还是愿意去打打打他 他这种东西 觉得自己还有得打呢 呃 大家知道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啊 你能够 有机会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些东西 好 好 3 6 1 1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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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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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5 5 5 6 5 都跟他們打有得打 我覺得還略仗上攻 這組呢 這幾個人都比較能咬 包括陳夢 包括朱玉琳 丁寧 都是屬於死腸爛打的這種內心 他比較怕這種 怕這種的殘忍 一直都能跟你爭 對 就是你們一點漏洞不出 有一點錯誤不犯的人 哇 喜歡打像馮亞蘭這樣 有痛勁 有痛的 有缺點的 內缺點比較明顯的這種人 但是我呢 就在問你講我上次五個去找他 跟他談了 來跟他聊了 因為我知道他還是有很多 以前的時候一直發騷 他會有一些想法 包括他現在 我也特別希望能進得到 這個塔地 但是這個位置不是給你的 是你要打出的 所以我說你關閃也不行 你必須要強上來 這個組 說你不好打 其實是好勝 你認為那組好打 我覺得不好打 對 大家都覺得那組強嘛 對 沒有 他特別喜歡打那組 他覺得打文嘉蘭也有點信心 打文嘉蘭也有信心 打樓詩文 覺得都差不多 這邊呢 有場門和周英靈小一點 對 完了以後 他覺得自己 有丁寧 有能傳 對對對 所以他不用跟他們打 他主要在內局吧 但是我覺得就是跟他聊了聊 主要是放下他的BOSS 既然你認為沒有機會 那就拚了嘛 嗯 對不對 一旦有機會 我還怕他剁手 對 反而你覺得自己有可能 這時候就容易拚就不夠了 運氣 這組英靈的球比較輕 嗯 球比較輕 他有時候做不到力 嗯 所以就看這時候看誰擋得大一點 嗯 莫子的反手能不能發揮他的速度 我感覺周一靈跟莫子打得好像野獸意志 兩個人啊都比較了解 嗯 水平和實力也差不多 你看周一靈和丁寧打的時候 我覺得比這個打得好感 發揮得好像比較充分 這個好像沒打出來感覺得 其實莫子身邊這種群 誰也不敢說打他好的 嗯 因為包括聯賽手 他幾個足力 他也是贏了個變 對 包括李小霞是吧 是 你看李小霞 丁寧 丁寧 都贏了丁寧 包括陳夢 嗯 包括朱玉琳 嗯 他全部贏了文家 過一遍 對過了一遍 對過了一遍 所有的人他過了一遍 看誰 別著急 超好的 對別著急 這個證實了一個變線 對 交換他位 關鍵是莫子不要著急加力 因為朱玉琳也是都是打後殺自然的 嗯 那莫子一個是推力圖比較輕 他要往前站 往靠前一點 另外一個呢 朱玉琳在這個過程當中 好有的硬質 嗯 因為你打朱玉琳不是一兩板球能夠打死他 要做好長期做的 長期的更好 而且不要發死力 嗯 因爲發死力以後 你後面的球搞過 甚至差一點點容易失去對面 對 朱玉琳發出 那行不相持 那這樣莫子呢 神勢不錯 現在打到了6比4 他只要往前站他的反手速度就出來 嗯 這時候就看他膽子敢不敢贏的問題 嗯 其實球來講他打朱玉琳他不下去 嗯 嗯 代指導你覺得莫子下一步 要你現場指導的話 要求他怎麼做呢 他現在這個球啊 他朱玉琳的特點呢 就是關鍵時候 前面我也跟他要過 他關鍵時候喜歡搏殺 嗯 所以呢 你要用旋轉來控制他 嗯 用節奏來控制他 第二 最主要還是目指他本人他要做到 就是說我的反手要敢於跟他對合相似 嗯 這個時候是兩強相遇 就是勇者勝 現在到人都出問題 嗯 我現在擔心的是人出問題 嗯 就到這時候 勝利在旺了 跟勝利在窝 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沒錯 嗯 好 看看莫子的這個下一步的發展 踩短 拉起來 有了 有了 七 五四 你看莫子這個球拉的還是挺轉的 對 有旋轉有 關鍵時候他有加保險 現在七底四領先三分 這是決勝局 五 比七 他感覺是這種機會 其實他的位子 本身位子還沒有調整好 腳底下的位子都沒有移動好 前面就跟他聊 不要貪這種球 嗯 感覺是機會 基本不是機會 因為對面也不進攻 你只要把落點他不限壓低了 等這些位子好 我有再找機會加力 你看看 漂亮 這個再整往前靠了 嗯 看看他這個打 能不能把這個節奏打起來 嗯 他的速度一出來 那麼感覺反焦的旋轉就出不來了 對 他是反手生焦什麼 反手生焦 對 他比較下沉 拉起來 八比六 腳沒動 還是腳出問題 嗯 錯過一下 這個動作都沒有做到位 這運動員啊 就是啊 隨時啊 像雷達一樣 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 是是 現在是八比六 木子發球 短的 踩短 行動相持 連續正手 哦 這板力量加得好 哦 這個第二板的準備啊 顯得不夠興奮 二大五看他又好像又跟你這兒對視呢 又看你了 習慣了 其實這時候 只是說給他一個眼神 給他一點信心而已 嗯 看看你的人 知道坐在哪兒 他就忌諭了 他就踏實了 對對對 好現在八比七 機會 哦 直線 連續拉反手 改正手 啊 這個球拼得不錯 啊 這是決勝局的比賽 嗯 大家看到木子呢 是比朱宜玲大幾歲啊 啊 正像這個戴莉莉教練 剛才介紹的啊 其實呢 他不想和這個 比自己小的選手 可能分在一起 這樣有壓力啊 但是呢 今天的表現得非常好啊 他也是克服自己心裡的 這種這種不良的狀態的一種啊 一種實踐 高調弧圈 啊剛才這個 這個終於林拉這球 拉得也很棒啊 是一個高調弧圈 但是呢 是低弧圈 擦著往過來的 啊現在就是關鍵球的處理 這時候要好 剛用在刀刃上 其實現在木子的反手動作 還是出了一點問題 還是大了一點 嗯 練習拉 有了 有了 哎喲 哎喲 行 還是不錯 打得很好 所以他們跟朱玉琳打 看上去都是機會 但是他的節奏 很慢的 難怪都是圍著你 你有種戒不上力 是 所以容易把你的救護卸掉了 嗯 所以這個要思想準備 要輕易發力 對 對對對 一定要喝完準備 完了中等力量 保持好自己的身體 你的狀態 嗯 你看都是機會 如果他的生理 他仍已經被他藏在那了 所以沒有停頓的時間去加力 嗯 現在9比9了 又形成相持了 哎這個球是運氣球 擦網了 嗯 那他木子的反手線動作又大了 一大來了以後 就收不回來了 還是以反手虛 其實這身交的反手 是非常短的時間 啪啪啪 動能力來就可以了 他現在都伸到全家前面去了 嗯 那麼他對他的正手的殺傷點 就有影響 沒錯 啊 對木子是個考驗 現在落後一分了 哎喲 拉起來 拉起來 他也是運氣 關鍵的時候來了個運氣啊 運氣球擦網了 木子的反手動作 現在我是比較擔心他的防手 我也比較擔心他的動作 已經都升到特別直了 對 有點著急 對生交來講 實際上行程並不需要那麼長 速度出不來 對 被壓得太長 把自己胳膊都伸到對方 對 對 現在10比10 朱依林發球 這是決勝局 哎喲 這碗下掉 結果反拉下網 那拉過來球已經掉下來了 也感覺確實這個 對 這發球快了一點 嗯 現在木子是接不上對方的力量 現在11比10 10比11 木子落後一分 機會 發球搶拉 帶著這個球發的比較成功吧 這球發的不錯 好在哪呢 好在他這種發球 他還是 木子的發球啊 這個撞不撞是有點隱蔽性的 對方沒有判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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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到了11平的時候 嗯 出了就半高 大家處理的時候 都相對來講不要保守 嗯 而且判斷者呢 他也不敢跳 沒錯 可是占了這個那個一個便宜 好的 11比11 現在注意零發球 挑起來了 行程相持 那結果木子反手 彈機失誤了 因為木子的反手是生交 打球 又加力了 他又加力了 嗯 所以這個加力時機 和加力的準確性 命中率和攻擊性 那之間 還是要掌握好 11比12 好的 啊 又是一個發球連續搶攻 啊 球打得漂亮 在關鍵時候 在落後的情況下 敢於發球 發球之後就連續的猛拉 啊 這個也說明他這方面有長處 啊 另外也說明也是還是 這條心啊 下下很新 對對對 需要膽量的 需要膽量 他關鍵時候還是比較像那個正手 現在注意靈發球 現在注意靈發球 看到正手了 啊 這個球好像似乎也是有點高 對對 但位置不好 但是他的位置呢 是比較靠後 所以他向前贏的時候 沒有完全到位 等他真的到前頭的時候 球已經掉下來了 所以有的時候這是個陷阱啊 看起來是個機會 對對 實際並不是機會 而且他已經 往正手打的時候 已經沒有角度了 他這手應該往反手外打 那麼他可以 踢到球的正面 他沒有位置 由他踢球的正面 找不著了 嗯 向持 拉起來 再拉 漂亮 阿歇爾穆子最後的這一拉 拉得非常漂亮 最後以十二 以十四 最終是三比二 戰勝了朱以玲 所以這一場球呢 這個穆子打的應該說是很成功啊 我看這個 這個戴莉莉教練 在這兒呢 比你當世界冠軍打球的時候還緊張 一邊評論一邊 還關注著他這個勝負 是的 代表現在回過頭來講啊 就是說你點評一下這場球 這個穆子的表現 在哪個地方表現得更好 那麼朱以玲在哪方面 這個有優勢也有不足 嗯 朱以玲今天跟穆子打 他我覺得他 搶攻的太少了 嗯 其實朱以玲的發球也不錯 嗯 但是他現在呢 都是在後面等著 嗯 所以現在給他們的心理壓力 給穆子的心理壓力要 對